中華大學啦啦隊熱力四射賣力的表演 為即將在新竹市體育館舉辦的 世大運中華南欄精英對抗賽 裕作暖身 世大運即將在8月舉行 中華南欄代表隊27號 將在新竹進行暖身對抗賽 精彩可期 市府歡迎民眾到市府鎖票 免費入場 體驗國際賽事的魅力 世大運馬上就要展開了 新竹市政府 還有我們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合作為我們在這個暖身 在這個世大運展開之前 先來做一個暖身賽的活動 特別在我們5月27號 新竹市立體育場館 要來推出中華南欄精英對抗賽的活動 我想這個是大家所期待 而且非常希望能夠看到的 一個表演賽的一個賽事 那我想也很多的年輕朋友 非常非常的期盼 在未來新竹市立體育場館 能夠在這個競技場上 揮灑他們對運動的一個熱愛 中華南欄精英對抗賽在新竹市登場 其中也少不了新竹子弟的身影 入選中華南欄隊的國手成立換與SBL球星周宜翔 世大運培訓隊球員周桂宇 黃聰漢等人 共同獻宣造勢記者會 新竹市長林志堅也送上簽名球 盼望這次的熱身賽可以掀起新竹市的籃球熱潮 就很開心 協會可以 籃協可以跟新竹市政府合作在這邊辦活動這樣 那因為我本身在新竹長大 那其實新竹一直以來 打籃球的人口其實很多 只是被大家重視的可能比較不多這樣子 那其實希望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到新竹籃球 那我覺得這對新竹地方或是對台灣都是件好事 為了迎接八月到來的世大運 新竹市政府投入三千多萬元整修 使用已經二十年的新竹市立體育館 硬體部分全部升級 籃球架更是國外訂製 符合國際標準認證 除了這次的中華南欄對抗賽之外 日後也能舉辦其他國際級的籃球賽 為新竹市民提供更好的籃球高水準賽事 台北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